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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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你講那些我可懂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可懂 我就覺得師傅能幫我 希望你不要失望 我這沒得學 什麼東西也沒得學 尤其對大家 覺得很著急的 就來了我這急的 老師你的講點上教點上 沒得學 就是吧 就這句就是吧 也聊聊 聊聊你的障礙 你心裡有啥在 卡住了把那塊破了 你就是嘛 你的無名是什麼 盲區是什麼 障礙是什麼 三千六道 六根六成六 全是你的無名嘛 那些東西落下來就是嘛 那些東西停下來都是嘛 因為大家修行啊 就是 我覺得很多 尤其現在很多 就是要 有一部分修行是 需要享受啊 就是還不反省不絕躁啊 停不下來 在紅塵公共或者還剛開始 這個真的是 這個得停下來 發點 發點成道的 菩提心 要成佛果 發心啊 發出出離心啊 悅禮 還有一部分人是 覺得自己是有問題的 一直心裡覺得自己是個不完美的 一直在心裡覺得自己是有缺陷的 自己有罪 有罪惡感 所以然後呢 又覺得每一次想了就坐在這兒 假如說有一天 你坐在這兒讓他又吃又喝 啥也不幹 他就覺得浪費了福包 浪費了生命 就受不了了 這個實在是 他覺得我怎麼能享受 這不是折述我的福包嗎 但是從內心 他是覺得自己是不完美的 就是內心覺得自己是墮落的 或者是自己生生世世做了很多 就是對輪迴這件事啊 耿耿於懷 輪迴我什麼也做過 我有六道的吸氣 對六道吸氣 對輪迴耿耿於懷 一針眼就是 沉住壞空 生老病死 六道輪迴 這些像已經像系統一樣 輸入他的腦子了 早上一針眼 哇 時間的流逝 這就是著象 生命輪迴 沉住壞空 你已經開始著象了 哇沉住壞空 哇 你看六道輪迴 然後生生面面 生生面面 生老病死 每天念一遍 這些 雖然好像這些不是像 是讓你盡盡修行的 許使你拼命地修行 但是其實這些也是象啊 你真眼已經在輸入這些象 這樣呢你就坐不住了 你坐在那就是 你坐在那今天會說 不用修行啊 坐在那你就是啊 今天咱就修 你就是這個 你吃糖 喝茶 然後呢 靜下來 足足不動 然後你就覺得不對 這浪費生命了 這哪 這今天這一天 把我福報也浪不了 這消耗了 這仇都不行 好極 但是 那我坐在這兒跟凡夫有啥區別呢 是吧 但是對於一個修行 已經涉行為界 已經收射那些收射的 已經如如不動的人來說 其實每時每刻已經不再浪費了 他只需要在享受之中也行 在苦之中也行 他已經沒有這種二月分別的 這種什麼 他一整眼不能說這個世界是 苦極滅道的 承住壞空的 生老必死的 也不能說這是藏了五季的 他不應該輸入這種二月對立的系統 所以睜開眼睛都是清淨無染的 外法都是清淨無染的 只能是這樣 他的六根見聞覺知都是清淨無染的 都是如來空性的化現 都是清淨無無染的 如如不動地安住在這個本訣本名裡邊 沒有能訣的也沒有所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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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能知的也沒有所知的 過去不著未來不著 如如不動地安住在這個 不能一睜眼 我是個女的 我素食怎麼怎麼 我是輪迴怎麼怎麼 那你就完了 所以有沒有修行啊 第一不能沉迷於享樂 但是也不能排斥享受 不能亂想 沉迷享受不對 但是說享受是浪費生命也不對 就是極端 如果每天沉迷享受 一點苦也不吃 一受點委屈 一受點苦就抱怨 憎恨不得也不對 但是完全是沉迷苦心也不對 就是不能有兩極的東西 但是也不能坐在這兒 你剛開始一點定力也沒有 啥也沒有保持絕招 啥也不改 吸氣欲瓦一大堆 這確實是個反復 就是在坐墊上吸氣欲瓦一大堆 內心柔柔不動 能有一些定力 保持絕招 寥寥分明 但寥寥分明 不是讓你 寥寥分明 那是葡萄 那是橘子 那是什麼 不是讓你鼠鼠夾這個的 把桌上數出來 寥寥分明 有一個寥寥分明的 覺知在這兒 但是桌上是什麼 不知道 那是法相 開始不能分別法相 因為你一分別 就是人力嘛 就是人道就開始了嘛 因為只有人道說那是毛 那是 那叫米猴桃 那是水果 那是什麼 你已經在定義了 一定義 你就已經在起先動 已經在分別 已經在分別 只是你不取舍 不執著而已 但是已經分別了 本能分別 寥寥分明 只是如如不動 還坐在這兒 搜射你 把六個搜射回來 不管誰說啥 罵你 你不耳朵 不隨著聲音跑 眼睛不隨著色笑轉 看見亮災美女不晃 就是好吃的不好吃的嘴不晃 蝦的臭的不晃 就是色身離合不晃 就是這種 這就叫收射六根 收射六根如如不斗 坐在這兒 隨便想了 受苦受難都這樣 都內外自己都不懂 不管啥是啥 既然你散保熟了 你坐在這兒就是狭受的 你就狭受嘛 是吧 反正你本來是 你這個階級 始終在那兒 你本來就是嘛 只是你現在無名執著 你不知道這件事了 好像說遺失了本名 其實你沒有啊 你空性還在那裡啊 你是彌制豬圓嘛 六根六層六層都是圓 你執著分別了圓像 就是這些圓的像 所以你就看不見你的本覺本名嘛 你不執著分別 那六根六層六層就都是 都是空性 是否要跟你學這種講法 對 嗯 這一種那個講法 非常的讓人家 能夠接受 有那麼易懂 嗯 像那樣的那個 那個名詞名像的講呢 嗯 也不行 其實我有的時候 高級夜市的 嗯 你天天整個眼的 吃的用的 花的 住的 全部都是釋放的 嗯 你這輩子 嗯 你這輩子要修過好的話 那那你回來呢 那你回來呢 肯定是皮毛帶腳還了 嗯 那也是可怕 皮毛帶腳還 皮毛帶腳就皮毛帶腳 怕爽 可好完了 嘿嘿嘿嘿 那這輩子那必須得 那個 寫出去 是 然後人家還 一問 嗯 我一看人家一問 就把我想話 又想 但是 那天一個 一個人一個人看見我了 他問我師父啊 這歸一佛歸一佛啊 那行 那為什麼我們要歸一生 嗯 我說的我才出家三年 我不知道為啥 我还没学到这 我也不知道 把你回去查去 跟师兄们赶紧微信快点给我讲了 为什么要回一生 所以说这个嘴也脏不开 这个嘴可笨可笨 怎么办 因为先修正嘛 修正到证量上 有证量的话 自然就智慧会 随着你的空性流泄而出 不是你用意识层面学来的 佛法 尤其佛法是 其他社会技巧 你要拼命地学 但是弘法这些 弘法讲空性 讲法这些事 是对积流出来的 他需要提杀法 你就会讲什么 就算同样的问题 不同的人文 你的答案也不同 你继续修正就好 不需要学那些 嘴巧没用的 嘴巧一天就是 被人家别人 嚼过的都行 然后你的证量来自于 就是说 问你的话的人 你会随着他的 你只不过 魂法只是破 他对方的执着 你只要那句话 破掉他的执着 就对了 无所谓对错 然后如果他要修行 那只是破执着 他本来就是嘛 我们不过是因为 有障碍 有执着 有无名 有盲趣 所以本来的本名本权 写卸不出来嘛 所以破了他执着 他就露出来了 就是这样 他执着 他修不通嘛 他在修正嘛 只要你知道 他执着在哪里就行 卡在哪里就行 所以不需要学 多约博的知识 多什么 需要明眼 就是眼睛要明理 心理 但这个明眼 要自己 那个不是要天也 慧也发也 不是那样的 是要你的心 清净无人 有心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